Hello 大家好,今天將會講一講Poket1的成都Nenevo的指南 這個是我自己的個人路線,大家可以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的路線 首先來到的就是成都的龍道館,龍道館右上方有三個訓練家可以打 這三個訓練家的經驗值雖然不是很高,但也可以是一個職小成多的方法 而且它有少量金幣 打完那邊的三個之後就來到船長的支線劇情任務 這個支線劇情任務,詳情的攻略我就不告訴大家,因為上網找到很多 當你來到這個島上就可以跟外面的人接任務,這個任務就是打上次劇情的船長 除了打船長之外,另外也有些訓練家的位置可以打 這裡記得打近湖的訓練家 當你打完湖的訓練家之後就可以找到這個船長 這個船長就是採取三打的形式,如果你之前打過都知道 並且它有一隻很標誌的精靈,就是這個色衛的Mega鯉魚龍 當你打完船長之後,入少少,入邊近海邊會有一個訓練家可以打 這個也是三打的形式,大家只需要注意站位就可以了 基本上都是非常輕鬆 打完船長的任務之後,我們就去打另一個支線劇情任務 就是成都裡面的生化危機任務 這個也是需要你事先解掉生化危機任務 不過這兩個支線劇情其實所需的時間都頗長 大家建議不懂英文的話,記得去看攻略 懂英文的話,提攻略可能才能過到 來到生化危機,他就有一個Vesca的最終BOSS要打 這個Vesca經驗都頗高下 所以都算是屬於成都裡面數一數二高 都是採取三打的形式,如果你有打到那個劇情就知道了 當你打完的話,記得回去交任務,並且不要離開 因為這裡還有另一個地區可以打 就是這個右上方 在右上方會有一個警察 我警察向左走就會來到一個殭屍的地方 這裡都有裡面四個訓練家可以打 而這個訓練家會隨著你每天打而不斷增加 不過就比較麻煩地有一個迷2Q 大家就看情況而定 因為這隻迷2Q都頗麻煩 第一次他會有畫皮狀態抵消傷害 如果你有多重攻擊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了,或者是破格之類的 下一個會去到的就是這個遺跡 雖然遺跡只有一個重打的訓練家 但也有兩個任務可以接到 在遺跡的外面有兩個任務可以接到 一個就是叫你打25個線索 關於美之圖騰 另一個任務就是 如果你點兩條柱 兩條柱的文字都是一樣的話 就算解了成功 下一個要去到的地方 就是鳳凰之塔下面的一個墳墓 這個墳墓就需要先解了哈利波特的支線劇情 只要你一解到就可以擁有進入這個範圍的區域 如果你還沒解的話 這裡就會有一大堆樹頂住了 大家記得看看我這個影片 看看哪裏有訓練家可以打 裡面的話大概會有近六個訓練家可以打 都算是還可以的 打在外面兩個訓練家之後 我們就進入洞穴 進入洞穴之後就跟著這個路線去找出口 出來之後我會先去左上角的洞穴 因為右手邊這裡太麻煩了 它會有三個人在輪流頂住 所以我決定先去左上角的洞穴 這裡就會有一個訓練家可以打 當你打完的話就可以跟著它的巡邏路線 並且找這個空隙走進去 因為這裡也比較麻煩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次都要走 不過既然這樣就沒辦法 好,當你成功進入這個巡邏路線 裡面都會有三個訓練家可以打 而最進入那裏就會有一個三打的訓練家可以打 基本上如果你能打得到前面那些或是剛才的生法危機 那這也不是困難的問題 那這也不是問題 出去的時候你就可以使用飛天飛出去 之後就是打四天王 因為四天王你也可以每天拆 那麼大概最終會獲得500的經驗值 雖然那個四天王都比較難 而且時間所需都很長 但是這個的確是每天獲得這個經驗值的方法 大家如果打到的話就盡量打 或者你急著想升級的話 四天王都是必須要拆的一個地方 好,那這次的影片到這裡先 我們下次再講解一下 其他地區的連累虎指南或者其他的攻略 那這次的影片到這裡先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記得按讚 還有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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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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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